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最细的叫做一弦 那么一次往上 二三四五 那么到最初的叫做六弦 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要先给它调弦 吉他的定音方式为最细的是 一 二弦是B 三弦 G 四弦 D 五弦 A 六弦 E 也就是从最细的到最初的分别是 E B G D A E 好 那没有我们的教材资料的 大家 给我们自己记一下 那么有调音器的同学可以借助调音器来调一下 那么没有调音器的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下载软件认识的电子调音器 好 当我们调节完毕 我们现在来开始学习 那么我们的右手拨弦的时候 我们的小指一般是不用的 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用到 我们的 六五四弦 也就是最粗的三个弦 是用我们的拇指 下拨 我给示范一下 大家可以跟着我做一下 六五四 我们在拨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第一 我们的拇指弹的时候抬得不要太高 不要这样弹 这样是错误的 这样是错误的 也不要这么这样的 都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的侧面 前端的侧面来弹 不需要很大的力气 然后弹完六弦 我们压到五弦上 弹完五弦压到四弦 弹完四弦压到三弦 当然并不是说 我们以后弹琴都要这样做 而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要这么做 也是为了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先我们的第三弦 第三弦是用我们的食指上弹 我给大家做一下 也就是上钩 在我们钩的时候 不要完全用指甲 也不要完全指度深的 特别深的那样 就是指甲与指度同时只出弦 然后二弦是用我们的中指 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上波 上波 一弦是用我们的无名指上波 五名指上波 那么这六根弦 再从头说一下 六五四弦是用拇指下波 五四三弦是用我们的食指上波 也就是勾弦 二弦是用中指上波 二弦是用中指上波 一弦是用中指上波 一弦是用无名指上波 一弦是用无名指上波 这就是民用吉他基本的不弦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练的时候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首弦 一定要正确 我们弹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弹 因为这样是弹不出好听的音色的 除了当然有指弹的手法 有一点 指弹的手法有点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习民用弹唱 学习民用吉他还是要正起来好一点 但是也不会像古典那样要求的那么严格 大家可以参照我这一个首弦就可以 只要不是这样歪的也不需要这样很正 比较自然的状态就可以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就是从六弦弹到一弦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六 四 三 二 一 六 四 三 二 一 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这样做 我们的动作不能太大 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动作一定要小 好 现在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用我们哪一个手指来弹哪一根弦 那么了解这些之后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手指的发力 我们拇指弹奏的时候 它的发力是 靠我们大关节来发力的 其他的手 像我们的整个手臂要放松 大关节 那么像我们这三个手指 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基本上可以算是小关节来发力 对 大家看我的运动方式 对 整个手臂应该是放松的 很自然 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才是正确的 那如果我们弹的时候 感觉手臂很酸的话 其实是不正确的 但是呢 一开始也很正常 我们坚持几天 找到放松的感觉就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要做到的练习呢 目的就是 把我们的从六弦到一弦 可以弹奏手练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课的内容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